为了扶植台湾原创的绘本创作人才 高雄市立图书馆在2019年开始推动 好绘牙绘本创作人才扶植计划 第一届的好绘牙奖又出版两本新书 未来也将持续鼓励推广 让台湾的原创绘本可以流通到世界各地 然后这个故事就是 红小茂跟那只小绘狼之后成为一个好朋友 然后我觉得就很像是小王子一样 就是大家都成为好朋友的感觉 仔细解说绘本创作历程 也正式宣告第一届好绘牙奖的两本新书出版了 高雄市立图书馆长期以来 关注台湾原创绘本的发展与创作实力 在2019年启动好绘牙绘本创作人才扶植计划 近日前出版的大家一起玩泥巴后 又再出版两本新书 三爱扶植作品都完成了创作与进入试插 这从那个我们的工作方的一个课程开始 然后一直到增讲 然后增讲完后 就是没和我们出版社这边 然后到这样的出版 这一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这也代表着说我们图书馆 走出了其他公共图书馆 尤其是国内公共图书馆 其他没有在做的事情 我们走出了一般图书馆 只有馆长跟那个所谓的阅读推广 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到了 在刚刚提到的人才福祉这一块 特别是在本土的一个绘本的一个创作人才的福祉 无论是充满童趣与失忆的猫咪公车故事 还是小男孩在逛动物园 对周遭环境的敏锐度与观察 都展现出本土绘本作家的创作能量 期盼借由好惠牙的扶植计划 鼓励在地的绘本作家将想说的故事说出来 也能用精彩的创作来丰富台湾的远创绘本 我们高视图国际绘本中心 主要是希望把自己的绘本 能够收集到国际的一个馆藏 那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很多的国际绘本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翻译绘本 但是本土绘本来讲的话 目前对我们台湾的能量 都继续在累积中 那当然好惠牙最主要是希望 透过这样一个本土人才的一个创作福祉 那我们的绘本不仅是可以扎根本土 那未来甚至可以跨越到国际 我们所有的第一届的好惠牙三本 的著作总创可以完整的面试 那也希望我们这个计划 接下来的第二届第三届 能够搜罗更多的 我们在地的好惠牙人才 然后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好惠牙的 生根本土的一个创作福祉 高视图也各采购了十万元的绘本 作为馆藏 并与国内外图书馆介绍与交流 希望以实质的推广鼓励 让更多台湾的绘本流通 除了持续推广得奖绘本 高视图也将持续推动 好惠牙绘本创作人才扶植计划 推升台湾的远创绘本 让更多在地风味的故事 发雅茂庄庄 感谢观看